我今天要介绍的是 耳章超雷 比斯伊伯 跟两点式聚敲行丛 我们先用彩燕桥吧 这一支彩燕桥是工的 短牙的彩燕桥 你知道什么它叫做彩燕桥吗 因为你看它的后背 很像钢琴烤漆 所以就叫做彩燕桥 我来找一下姆德 我已经找到姆德了 在这 你看它的熬跟它的熬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大一个小对不对 你看喔 它有时候夜行性 它晚上会有夜行性 它会跑到有亮的地方去光信 所以它就会在亮的地方交配 然后 它 你如果要养它的话 你如果要养它的话要去高山灶 然后 它 呃 它里面要放烂掉的木头 它还有 然后还有 然后还有水苔 还有 木屑 这几个就好 然后就不要每天抓它 就好 好 那我们就让它先回去了 啊 它跑到我的鼠上了 嗯 它好奇怪喔 一直跑一直跑 这个很爱跑喔 好 好 那我们来介绍2点次去加薪松吧 这个 是2点次去加薪松 它们现在是在交配 你看 这里 好 然后下面那只比较大只的那只是母的 上面那只是公的 它也是短牙的 里面也是要 如果要养的话 也是要 倒山 然后放果冻 然后 还有水苔 让掉的木头 就这三个 木屑 可以放少一点 好 拜拜 我们看完之后 记得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喔 拜拜